後來他們算一算成本不符,拿去倒海 因為他只是要用一點點錢給你學生而已 他們不是要運走的 他為了要拿到一些特許,他用經濟層面 他買了以後拿去倒海的 所以我們看的是很難過 這種叫自由貿易,叫經濟,叫賄賂 他不是這樣搞的 我們應該要吃當地的水果 當地的水果 我在做自然醫學的時候 我有很多病人,是什麼過敏 我們後面有一個,詠盈 你什麼過敏 水果裡面叫奇異果 奇異果產在哪裡 紐西蘭 對不對 他不是維他命C很多嗎 很好的水果啊,怎麼會過敏 他有毛,他又不是長在我們這邊 我們台灣人很多人吃的都過敏 很多人跟台灣是不合的 我們很少抽到柳丁過敏的,真的很少 很少很少 他這裡,我們產這個東西 這裡的東西跟我們是合的 啊為什麼 我們都說奇異果 維他命C很多 為什麼 因為媒體的關係 他們是做制度性行銷 買什麼,那個叫什麼 叫做業派是不是 業配 業配 有一次人家問柯P 業配是什麼 業配不是廣告 業配是買通記者 叫記者用報導 講你的好話 把報導當做廣告 這樣懂嗎 這樣了不了解 你誤以為你在判報導 你看廣告你有狂狂啊 你誤以為你在看報導 這個專家講的 這誰講的 這個叫業配 這樣懂嗎 行銷手法更加的怎麼樣 很毒啊 所以他們這樣子做 導致我們台灣人不吃台灣的水果 我們吃紐西蘭的水果 錢丟到紐西蘭 我們台灣的年輕人要去哪裡打工 澳洲 去澳洲去紐西蘭打工 才像你說你台灣人沒有競爭力 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人民的健康也不見了 錢也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教育 所以當我們願意這樣去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台灣的經濟才有辦法活起來 我們這個土地 我們勝過新加坡 我們也會勝過日本 所以大家用嘴巴愛台灣就對了 想辦法 你不要嫌人家難看 你不要要求他好看 不要讓他去噴藥 讓那個水果好看 也讓你的身體好看 就這樣子了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需要教育 那我們這個車子 我這樣子一直講一直講 也是為了要教育大家 好不好 那最後就是酸甜 其實我們人體也要吃一點酸 也要吃一點甜 完全都只有甜味的 絕對是有問題的 那所以我們希望大家能夠 有一點酸有一點甜 吃一點好不好 好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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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